下一個是課本沒有教我另外多講 台灣缺水嗎 缺水 這裡有一個表格 有全世界的年平均降雨量 有人口速度有每個人噴到的水 然後相當於怎樣怎麼樣 畫質看用表格看比較不容易看 把它換成圖形 這個圖形顯示的是 各地的年平均降雨量 全世界大概八百多公里 亞洲七百多歐洲七百多 北美六百多南美一千多好多 然後這一周比較少也還是有六百多 看起來也不少 台灣兩千五百多 也就是台灣的年平均降雨量 大概是全世界的三倍 全世界的三倍 所以我們降了好多的雨水 但是那個降好多雨水 這個是算的是雨水的高度 其他很低 所以還有層底面積 才是你真的得到的水量 然後再除以你的人口數 才是你每個人能夠分得到的水 這樣一除完之後 哇 1.3 全球能夠平均可以分到4.6杯 亞洲分2.6杯 歐洲分3.6杯 北美可以分到8.3杯 南美京西蘭分到24.1杯 那個感覺經常到汗災的非洲也可以分到8.3杯 一年喝一杯 台灣人只有一杯水喝的時候 全世界有4.6杯的水可以喝 你看看這樣 我們不是高度很高嗎 可是我們月經很小啊 那我們人口很多啊 所以除以窮之後每個人分到非常非常的少啊 非常的少啊 所以台灣有很多的水嗎 沒有啊 你不要覺得台灣人好 沒事來台湖就弄到水災 就以為台灣水很多 沒有 台灣水其實很少 這還叫樂觀估計喔 保守估計 樂觀估計 為什麼叫樂觀估計呢 那個是把你通通下來通通算給你 可是有通通下來通通給你用啊 有 沒有啊 李老師教過台灣山高水急啊 雨水下就這樣 分流到海 不不回啊 就流掉啊 還有蒸發啊 還有什麼之類的啊 所以沒有全部留給你啊 沒有全部留給你用啊 沒有分到那麼多啊 就好像樂觀估計啊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那麼多 好 山高水急都流掉了 蒸發就不見了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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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我還以為台灣的問題 不是你們在地理上教過的 台灣南部有雨季跟乾隙 所以 它那個分布非常的不平均 所以很容易會鬧 汗塞 很容易會鬧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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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水 這樣問題 馬上能夠大 OK 以世界標準看 一個國家或地區 台灣人每年用水量在1000到2000公噸 就變為缺水的地方 台灣人大概是1000公噸 所以我們叫做缺水 所以以世界標準看 台灣是一個缺水地區 我說的 不要以為台灣沒事放在颱風 你就鬧水災 好麻煩 但是台灣是缺水 台灣是缺水 缺水 缺水 那怎麼辦 兩個辦法 一個叫開園 一個叫截流 講辦法開園截流 不過開園很困難 老天爺就是不下雨孽 沒辦法 想辦法截流 那現在大部分用怎麼樣 就是戴水庫 或者是用地下水 可是這兩個都有問題 第一次講 水庫現在台灣要蓋的水庫 通通都被環保人士反對 要蓋一個湖山水庫 說那也是八色鳥氣地 現在要蓋了 那一個的器官要怎樣保余 要怎樣保余那個八色鳥才可以 他蓋了美濃水 黃蝶所以 要換你這個蝴蝶很有趣 所以蓋水庫有生態環保 蓋水庫要淹沒一大片 什麼泡在水全部毀掉 所以蓋水庫有生態環保的問題 抽地下子後面會教會什麼 地層下線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很多很多麻煩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開園的方法其實都不太 所以這兩個結合方法都不太好 都是有點問題 那麼就怎麼辦 好好用嗎 節約資源 現在不要看到這個標章 你們的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學測 就考過一個畫標章 問一下什麼標章 環保標章 回收標章 什麼事情 問過這個問題 叫做省水標章 歡迎各位多多的節約用水 請善用有省水標章的用品 南亞國中的水龍頭 如果有三個 通常是有一個是正常的 加上兩個都是省水龍頭的 有時候他以為他是壞掉的 真慘 他壞掉 然後就要省水 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開園不易 蓋水庫也有問題 通常水有問題要怎麼辦 就給我節約使用 多使用有省水標章的器材 要好好的節約使用 我們的水是不多的 台灣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缺水的地方 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可以嗎 可以 請寫課堂練習